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当荒草淹没了她的作品 留下的便只剩辉之不去的苦难和恶运 白威 这位极美貌和才华于一身 人生充满传奇色彩的才情女子 却为一段即将消逝的荒唐情爱 将自己递到了卑微尘埃 一生痴情 命运多舛 结局悲情 面对这样一个女人 真说不清该是可怜还是可恨 女人过于痴情 其命运悲惨就早已注定 可悲可叹之余 往往引来的 愿只有一声叹息而以图 仙女作家白威一八九三年 白威出生于湖南滋兴渡头乡秀流村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她本名黄章 其父黄慧早年留学日本 后来还参加过同盟会和辛亥革命 而作为辛亥革命家的女儿 白威本该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 然而 由于她出生当天是极不吉利的阳继日 出生后一直得不到母亲欢心 因此 白威在母亲的严格管教下 自小变成了家中苦劳力 而这倒培养了她吃苦耐劳的品质 九岁时 白威之母包办了一桩就是婚姻 随手就将年幼女儿支给了滕村李家当同样席 十六岁时 白威正式嫁入李家冲喜 至此 终于揭开了她练剧生活的血泪序幕 皇家白威本名黄章是本地名门 婆婆远指望能从白威身上捞一份丰厚嫁妆 不料 白威母亲却一向不喜这个女儿 又怎肯为她背下阔气的陪嫁 所以 白威的嫁妆箱里便只有几件毫不值钱的东西 婆婆本就是个出名的恶妇 又见儿媳的嫁妆竟如此寒酸 心中自然恼恨无比 因此 白威嫁进李家便如跳入火坑 日子过得简直惨不堪言 她不但要干尽家中的苦累农活 还要遭受婆婆的非人虐待 婆婆经常会撕碎儿媳衣衫 打 亲兄辈 甚至还用斧头追砍 而为了能保住性命 白威只能不顾羞耻和严寒 视身裸体躲入河中避难 然而就算如此 她身上还是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恐怖印记 眼上的伤疤和被婆婆搅断的脚筋 除白威后来 婆婆又心生毒计 诡异地逼白威将自己嫁出去 否则就让其自杀 甚至 婆婆还让白威这个妙龄弱女 孤身一人到山上监工烧炭 拼命想将自家儿媳推到男人堆里 这一下 白威终于忍无可忍 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 她先将李家的铁锅砸破 又在河边制造了投水自尽的假象 这才女扮男装逃出了夫家 白威逃婚之后 再舅舅帮助下支身前往衡阳 进入湖南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读书 在学校 白威废起网时 如饥似渴 每学期成绩都能名列前茅 因此 同学都十分敬佩于她 便将其选为学生长 起料 白威却因为思想过于激进 率领同学开展驱逐 阳教士运动 而被校方视为害群之马 即将除名言成 但到了后来 校方迫于全校师生压力 只能又取消除名成处 而将她保送至长沙省立第一女师继续读书 就这样 白威从衡阳来到了省城 却依旧不能摆脱包办婚姻的束缚 1918年 正是白威即将从省立第一女师毕业的前夕 这一天 其父黄毁突然赶至长沙 想让女儿继续回李家旅行地狱般的封建婚姻 对此 白威自是不肯任命 便买了从上海到日本的船票 想逃往海外留学 更想借此继续逃婚 不料 此事风声不慎 却被走漏 而黄毁为了阻止女儿出逃 竟然使钱贿赂女师校长 严密封锁了学校 可是 白威在同学的帮助下 在厕所墙上挖了个狗洞 终于还是狼狈逃了出来 图清秀如雅的阳骚不久后 白威便辗转到了日本 却早已经身无分文 为了能维持生计 她在一个脸色刻薄的传教 世家中做起了女佣 白威承担了一切家务 累死累活不说 却吃住得不如一头胸口 最后 她终于忍不可忍 在被扣扰大部分工钱后 才走出雇主家门 此后 白威开始到处哀求一份能糊口的工作 有时被穷困逼得及了 甚至还想过过鬼自尽 或是堕落于烟花巷中 而万幸的是 每次临到崩溃边缘 她又总能被李志拉了回来 白威在日本漂泊了九年 期间疲病交加 受尽屈辱 她当过女佣 招待 也卖过茶水 挑过码头 不堪心力 也只能用悲惨来形容 白威虽未断了和父母的联系 但往来家书中 也只剩痛恨和埋怨白威 痛恨父母对自己婚姻的逼迫 而父母也将女儿逃婚 视为家门耻辱 自理行间充满了埋怨 然而不论怎样 白威逃到日本 终于彻底挣脱了包办婚姻的枷锁 然而 命运之神却还是不愿放过不幸女子 白威很快就又卷入了一场荒唐的情迈纠合 更倍 一个不堪男人折磨了二十余年 1923年 白威三十岁 在东京 他遇见了小他六岁的福建漳州人杨搜 杨搜爱貌清秀儒雅 又是个爱好文学的热血青年 极容易引得女子一见清新 他与白威气质相近 爱好相同 又都是身处一国他乡 便时常聚在一起促膝畅谈 最终 朋友情意很快转化为赤裂情爱 两人竟然同居到了一起 图 身穿比基尼的封面女郎白威 当肾上腺素分泌到最旺盛时 杨搜许给白威一个极尽奢华的虚无承诺 我将来若是发达了 不仅要资助所有朋友去海外留学 还要在西子湖盘间一座魔宫 我们俩就住在最高层 过谈笑又红如 往来五百丁的生活 而白威也在情间中向杨搜表白深情 写道 我常想起对你的爱 便是浑霄血化的展开想死的心花 白威是将以死殉葬 看成了最高规格的情爱 然而让白威绝想不到的是 何阳 骚得这次甜蜜恋情 最终却像流星一般飘忽而短暂 1925年初 杨搜突然一声不响 一人偷跑回了国内 他不辞而别后 白威为了搜寻情人下落 而一直奔波在东京街头 他问遍所有熟识的朋友 却还是没有任何结果 白威病倒了 挣扎于病态之上 却迟迟不肯在情爱幻梦之中 醒来两个月后 他终于收到了杨搜的来信 信间中说 杨搜还是爱的初恋 现在人也回国 暂居于杭州 而白威却如糟霹雳 极不甘心这段姻缘至此夭者 便和朋友见了归国路费 追寻着杨搜脚步 连夜启程 不顾一切地赶到了杭州 见面之时 白威的情绪异常激动 而杨骚却极为冷淡 在声称三年后 再和白威进去前缘后 杨骚便独自逃回了福建老家 不久后 他干脆又躲去了新加坡 在那儿当了一名教员 白威见情人再次狠心逃走 不禁恼怒攻心 很快就又病倒在西湖之盼 最终 他用卖掉书搞的钱 结清了饭费 防费和医药费 才拖着狼狈不堪的病弱身体 落寞而孤单地返回了日本 图白威和杨骚的甜蜜时光 白威虽回到日本 却无时不再关心杨骚的动向 当他辗转打听到杨骚正身处新加坡后 信间便又追随而去 连连不绝地倾诉着思念之情 此时 杨骚在新加坡却过得并不轻松 而白威的深情也更让他感到烦恼 有一次 他终于回了一封信给白威 信中写道 我是爱你的 请相信我 我最爱的女人便是你 记者 我要经历过一百女人 疲惫残伤 憔悴地像一株从病室里搬出的杨柳 再永远倒在你的怀里 你等着 我三年后就会去找你 杨骚立下如此的荒唐约定 若放到现在绝对是个不折不扣的荒唐渣男 可白威平时虽理智坚强 却总是辩不清爱情真相 居然就这样天真的答应下来 1926年 白威从日本启程 辗转香港返回国 内 这一路坡不太平 他在香港时便遭了窃贼 随身财务丢失一空 最后抵押了手表才换得到广州的路费 而后白威又去了武汉 不料剧本却又被人骗走 海德生了一场大病 1928年 他来到上海 在这里 白威不仅结识了鲁迅 还和命中灾星杨骚 阳骚骚人重逢 阳骚再与白威又开始照例聊多他的心弦 而白威不计前嫌 再次接受了这个男人 不久 两人便又同居在了一起 然而 让白威绝想不到的是 阳骚这个声称 经历一晚女人的情圣男人 却将在新加坡染指的男颜脏病 传染给了自己 之后 白威为根治病痛吃尽了苦头 死后九年 竟接连做了多次手术 然而 他的善良和宽容 却依旧挽不回一颗浪浪之心 阳骚不久便又固态萌生 和一个风流阔绰的寡妇私通到了一起 而白威却始终痴心不改 认为 只要阳骚能痛改前妃 便甘愿和他走进婚姻殿 唐 一起相扶相依 共度往后余生 他将阳骚的敷衍当为承诺 发情帖 定酒席 准备与其结婚 其料在婚礼当天 阳骚却连个面都没了 救助了落跑新郎 此后再也寻不见半点踪迹 图 白威眼上的八坟 清晰可见白威的心凉了 更对阳骚彻底死了心 1934年夏天 纠缠不清那二十年的两个人终于分了手 然而像是命中注定 这两个人必定还会相见 继而让白威再经历一场情感折磨 1940年 白威随同文化界人士撤退到了重庆 因长期的颠沛流离 他在日积的轰炸中再次病倒 昏迷之中 同时却将白威抬到了同处重庆的阳骚住处 再见时 阳骚早已洗尽千华 竟带着一颗回馈之心 无微不至地照顾起白威 七天七夜之后 白威才从昏迷中醒来 可当他明白这一切事后 便立即拖着孱弱身体 逃离了阳骚身盼 依然回到自己的小屋 此后 阳骚多次请 求重新开始 以便能更好地照顾和怜爱白威 可是 白威却害怕了 他不愿接受这种怜悯 更不愿再做爱情俘虏 果断拒绝了阳骚的复合请求 1941年 阳骚被疏散去了新加坡 他在那里蒙了一份教师工作 并终于像个真正男人一样 懂得关心和照顾起白威 每月 阳骚都会从七十元薪水中拿出五十元 寄给远方的白威 将一次来挽回这段感情 然而 爱莫大于心思 阳骚的努力 最终还是白费 1944年夏天 阳骚自知已无法挽回白威 便和别人结了婚 而白威 却在这场吃力爱情里耗尽了一生 此后再也没有恋爱结婚 1987年8月27日 她走完了坎坷悲苦的人生 一人在北京孤独而逝 享年94岁 弥留之时 这位民国最悲情的财情女子 却仍旧是截然一身 没留下任何遗产 可没有丈夫 孩子或是亲人来陪伴 而这也算印证了她生前的自我叛词 生无家 爱无果 死无目 着实引人感慨 唏嘘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